彭博新闻透露,美国总统川普13号指示幕僚继续按计划将总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,但实施时间仍未确定。 白宫表示川普是要清楚表明,美国政府会继续采取行动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手法。 路透指出,目前美国已经向500亿美元的中国货品加征关税,川普的声明显示美国有意将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。 据了解征税涵盖商品范围广泛,包括网络技术产品、电子零件、印刷电路板、皮包、脚踏车及家具,税率可能达到25%。